改革會想會痛 但是為了後一代 我們一定要改革 幾戰未來 我們一代再一代 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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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雞頭 去桌家 就是要用這一代的角色 換後一代的幸福 正義要轉型 當產一定要討 年金制度要不要改 我們要不要把核廢料 辦好核一代 改革會胸會痛 但是我們都是為了 聽小核一代 親愛的台灣人民 以及線上收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這是我們在選前推出的 最後一支的影像廣告 那麼在剛才這支影片當中 我們看到的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 投入改革的身影 就像影片的旁白說的 改革會傷 會痛 但都是為了疼惜下一代 這就是這樣的精神 本黨以及許多台灣的前輩們 當年才會在困難的情況下 奮不顧身 犧牲自由 甚至犧牲性命 用這一代的醒覺 爭取下一代的幸福 那麼現在距離選舉只剩下最後的三天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要透過今天的中場會 向全黨的上下下達命令 請所有的黨員同志 支持民進黨的朋友 我們全力來吹票 全力來拉票 領先的縣市需要再多一票 進步的力量才能夠更穩固 那麼激戰的縣市 我們需要再多一票 關鍵的時刻能夠突破決勝 他們落後的縣市更需要再多一票 集中力量 逆轉求勝 那麼我們全黨總動員 民進黨要團結起來 為了台灣這一戰 我們要拼盡全力 取得勝利 我更要向台灣人民懇切地拜託 請支持民主進步黨提名 或者推薦的候選人 而且支持還不夠 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那麼以下就是我要拜託大家的幾個理由 第一 這一票 要鞏固台灣的民主 這一場選舉 來自境外的力量的干預 可以說是鋪天蓋地 尤其是假消息 透過LINE Facebook 到處的流傳 那麼這些境外力量的干預 目標只有一個 他們要用網路霸凌跟網路洗版 讓不同意見的人閉嘴 讓台灣的民主倒下去 所以 我們用手中的這一票 告訴這些境外的力量 台灣的民主是不會倒下去的 第二 這一票 要確保台灣民主的格調 民主要有品質 選舉也要有格調 我們對手用造假抹黑 甚至令人心痛的 人身攻擊跟歧視的言論 來傷害民主 包括我們大家都很敬重的局檢 竟然也變成了受害者 那麼局檢 從年輕到老 一生都在為台灣的自由跟民主 和台灣人的尊嚴打拼 拼了一輩子 需要遭受到這樣的攻擊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我們心裡都很不捨 如果不同意這樣遏制的攻擊 那請大家站出來 投下這一張票 告訴我們的對手 政治不能明面人性 不能沒有義理 台灣的選民很有智慧 那麼我們也相信 民主要有格調 選舉也要有格調 第三 這一票要告訴全世界 台灣人不在壓力底下屈服 世界局勢瞬息萬變 我們不僅要面對局勢變化的挑戰 更要立抗中國對台灣的打壓 不只是斷交上的壓力 以及國際上封殺我們的粗暴行為 現在 中國的壓力無所不在 甚至在金馬獎頒獎典禮 都出現愛化台灣的言論 所以 我們手中的這一票 就要告訴全世界 台灣就是台灣 我們是台灣 從來不是中國台灣 從來不是中國台灣 第四 這一票要請台灣的改革 跟建設 過去兩年多以來 我們推動改革 執行建設 一步一步 把台灣 從過去停滯的泥落裡面 拉出來 這些工作 過去的政府沒有做 也都不願意做 無論是年輕的改革 還是推動綠能 或者是展開前瞻基礎建設 這些工作 好不容易開始啟動 不能再走回頭路 我們手中的這一票 就是支持改革 支持建設 第五 我們這一票要挺會做事 最優質的候選人 從過去到現在 民進黨已經創造了一個 又一個的地方 治理的典範 我要向大家保證 我們推出 或者是支持的候選人 無論是老幹 還是薪資 或者是中生代 每一位 無論是操守 能力 願景 或者是過去從政的評價 都遠遠勝過我們的競爭對手 這幾天 全國都在討論高雄市長的辯論 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麼距離選舉只剩下三天 有些人可能覺得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贏定了 所以自己的這一張票不重要 有些人覺得不會贏 所以自己的這一票沒有意義 或是在焦灼的地方 還沒辦法決定 這一張票 是不是要投向誰 現在我要再一次的告訴大家 支持民主進步黨的五個理由 請大家出來投票 因為我們要鞏固台灣的民主 我們要確保民主選舉的格調 我們要告訴全世界 台灣不會在壓力底下屈服 我們要挺台灣的改革和建設 還有最重要的 我們要支持被做事最優質的候選人 那麼11月24號 請所有的支持者不要懷疑 不要猶豫 為了民主 為了改革 為了台灣 我們每一票都不能少 謝謝 謝謝大家